大家好,我是西西里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好吃到舔手指的蒜香鸡翅 做法简单外交理论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斤的鸡翅 我们这边的鸡翅是25块钱一斤 不知道你们那边都是什么价格呢 先用流动的清水把鸡翅一个个的清洗干净 然后放入大碗中 倒入清水浸泡5分钟 泡出鸡翅里面的血水 接下来我们再把鸡翅放在案板上 把鸡翅从骨头的两边对半切开 这样做不仅容易熟而且更容易入味 全部处理好之后放入大碗中 再加入一小勺食盐 适量的胡椒粉 两勺生抽 一勺料酒去腥 再加入一勺蚝油 再下手把鸡翅抓拌均匀 让每一块鸡翅都裹上调料 充分的入味 抓拌均匀之后放一边研制半小时 接下来我们多准备一些蒜拌 先把大蒜切成薄片 然后再把大蒜切碎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 再倒入清水把大蒜清洗一下 这样吃起来就不会发苦了 然后再把大蒜给它过滤出来 先放入碗中备用 接着准备几根小米椒切成小圈 再准备一些线椒也切成小圈 不喜欢吃辣的也可以不放 切好之后装入小碗中备用 接着再准备把小葱 把葱白和葱叶分开 先把葱白切碎 切好之后放入小碗中 再把葱叶也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 接下来准备一块去皮的生姜 先切成细丝 再切成姜末 切好之后和葱白放一起 接着把锅烧热倒入食用油 油热之后把蒜末放进来 先把蒜末的水分给它炒干 再把蒜末给它炒出香味 把蒜末炒至微微发黄就可以了 再把蒜油给它过滤出来 蒜末先放一边备用 接着再把蒜油倒入锅中 油热之后把鸡翅放进来 煎鸡翅的时候我们要开小火 全部放进来之后再轻轻的换动锅子 让鸡翅受了均匀 底部煎至定型之后再给鸡翅翻面 把鸡翅的两面都给它煎至金黄 用小火给它尽量的多煎一会 直到把鸡翅给它煎熟为止 用炒上的油煎出来的鸡翅特别的香 煎至像这样两面微焦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就已经可以吃了 如果冷不住的也可以偷偷尝一口 一定不要被李家的老公和孩子发现了 不然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鸡翅煎好之后先放一边备用 接下来锅里留油把葱姜放进来 先把葱姜给它炒出香味 再把青红辣椒放进来 把青红辣椒给它炒至断生 接着把鸡翅放进来炒香 朋友们这做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点赞 关注留言和转发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 接着再把炒好的蒜末放进来 再把蒜末和鸡翅一起炒出香味 然后沿着锅边淋入一些生抽 激发出香味 再把鸡翅翻拌均匀 然后再撒上一层白芝麻 再把白芝麻翻拌均匀 最后再把香葱夹进来 再把香葱翻拌均匀就可以了 最后出锅装盘即可 一旁香辣又美味的蒜香鸡翅就做好了 鸡翅吃起来鲜香入味外焦里嫩 闻起来蒜香浓郁 真的是太香了 用来下酒下饭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大人小孩都非常喜欢 如果您也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 关注留言和转发哦